至于生活呢 最重要 知足 知足常乐 人生在世 要快快乐乐的 过一辈子 活比一天都完 愁眉苦临 愁苦 是病态 容易老 所以我们中国古人讲 忧难使人老 那么换一句话说 喜悦 人就不会衰老 长生欢喜心 你就不会衰老 要长生欢喜心 欢喜心从哪里生呢 知足常乐 所以人一定要知足 生活 越简单 越好 饮食 越少 越健康 为什么呢 营养 全部吸收 这个 身体器官 负担 很轻 现在人 尤其是 这个 这个 所谓 开发 国家当中 人民比较富裕的 饮食 齐聚 都过分 不需要吃那么多 他吃太多了 碳 是个碳子 所谓 所谓是 病从 口乳 饮食本来是养生 一种方式 但是 你如果是贪了 过分了 这就变成病 这不可以过分 修道人 他懂得养生 之道 所以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的 僧团 日中 一世 身体健康 吃的东西 非常简单 现在在中国大陆 农村里面 非常贫苦 但是人 健康 长寿 八十九十 一百多岁的 很多 许多外国 专家 学者 到里面去调查 找不到原因 看他们 日常生活 习惯 看他们 吃的东西 好像都没有营养 为什么他们健康 长寿 澳洲 也是如此 澳洲 农村里面 八九十岁 一百多岁的人 很多 我曾经去访问一个农村 他们在那里 让我给他们讲一点佛法 在听众里面 很多都是九十以上的人 身体非常健康 身体非常健康 一点毛病都没有 走去路 很轻快 我看到非常欢喜 他们 他们确确实实实 虽然没有听过八正道 他真的在修八正道 非常喜欢佛法 问他信什么教 信基督教 很喜欢佛法 很喜欢听 只有我们乌林寺 到那个 那个村庄里 讲了不少次 每一次在那边讲 他们知道了 有很多开车 开好几个小时 来听 非常难得 所以他们 这个 养生之道 是纯真 是真命 真命里头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 我们选择 谋生的行业 要对社会众生有利益 这是真命 决定不能够 伤害社会 伤害众生 那么由此可知 杀生这个行业 不是真命 这是邪命 古报很可怕 你在造作的时候 不知道 国报现前 后悔莫及 我们只要 冷静的去观察 图后 杀猪 这个行业 到他老的时候 你看他的那个形态 就像一个猪一样 死的时候 跟那个猪被杀死的情况 很相似 他到哪里去了呢 一生 心也好 做人也好 但是他从事这个行业 他到出生到了 剁猪胎去了 剁猪胎还债 你过去杀多少猪 你也要被别人杀多少次 这邪命啊 现在 在外国 外国人喜欢吃鸡 喜欢吃牛羊肉 我们看看那个炸鸡 从事这个行业的 他说 羊的小孩 就像鸡一样 你仔细看 很可怕了 因果实在讲 就在眼前 而是粗心大意 没有发觉 如果很冷静的观察 你立刻就发现 果报原来就在眼前 逐渐逐渐在形成 你说多可怕 上升的行业 不可以做 偷盗的行业 不可以做 邪淫的行业 不可以做 这都属于邪命 不是证明 证明的标准 一定要随身 本身教 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 我们遵照佛陀的教诲 选择谋生的行业 最殊胜的证明 往往 我们世间人所讲的 清高 清 清贫 所以讲知足 清贫 清贫 我们才能真正的 断贪成痴 如果 不能够甘心 忍耐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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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贪心 连带起来的 贪嗔 吃慢 全都起来了 贪是根 所有烦恼的根本 唯有知足 才能把贪心扶住 人只要没有贪心 这个 忍耐慢 都容易控制 你才能 扶得住烦恼